哈囉大家好我是春春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看到我手上這兩箱 就知道今天又要來開箱啦 那我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一個可以買到很多日本品牌服飾的網站 Fazbee 最近就發現他們家有推出二手的支線 Fazbee Used 那我前陣子就在那個網站上面逛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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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可以拉到什麼包 最後呢這兩箱就是我的戰果 那他們家的二手商品的貨源呢其實就是來自於日本一個規模很大相當知名的二手品牌 RECTAC 就是平常你可能買不下手的商品都變得平易近人 所以我現在呢是抱著高度的期待在看待這兩箱包裹 希望待會不會讓我失望 那如果你們也對我這一次挖寶的戰機有興趣的話 就趕快跟我一起來開箱吧 跟大家講我剛剛拿錯包裹了 小的包裹呢其實是別的 應該是小的這個破壞袋的 然後加上剛剛那個大箱的 很糗耶天啊 沒有包裹太多真的很容易搞混 那我其實之前去日本玩的時候有逛過RECTAC 所以我大概知道他們家對於衣服的整理呀 跟品質的控管上是有一定的標準跟保證 而且都會請專業人士來 運行真假貨的鑑定 就是你會覺得比較安心 但是我可能自己習慣網購久了 當下就是看到 哇一整排的二手商品 然後在眼前就琳瑯滿目的 其實真的是很難挑 所以我覺得可以在網路上購買 真的對我來說輕鬆很多 因為你可以直接搜索你想要的類型 可能上衣呀裙子呀洋裝之類之類的 我會覺得整體便利許多 但是這種事情呢就是一體兩面 實體逛有實體逛的優缺點 網購也有網購的優缺點 像我現在就是其實還是蠻緊張 到底商品的狀況是怎樣 因為沒有實際看過跟摸過 不過其實你買的時候也是會大概略知道 它商品的物質狀況 因為會拍下來跟寫在資訊欄裡面 但還是略顯緊張 我現在心想拖得很快 好我們一起來開箱 第一個包裹 我為什麼會買兩次呢 是因為我其實一開始有看到一件超厲害的 BINS HOT的一個牛仔吊蛋球 我覺得超好看的 打折價格 竟然才一千出耶 結果我才不留神 一下下來它就被買走了 我就很餓玩 所以那幾天又一直瘋狂的在上面逛逛逛逛 然後後來還是有看到幾個喜歡的東西啦 所以我總共就分別買了兩次 登登登登登 包裝的算還蠻完整的 好你看它就是會有這樣的貼紙 然後都是來自於BINS的 我買這個是1200日元 很便宜耶 然後就是這樣子可以放一些袋子 哇其實整理的真的很好耶 你們看它這個細部的這個質感 這個是他們BIMIN的一個支線 BIMIN Life Store by BINS 日常休閒風格 男女妝同妝都有平均價格約台幣1500到3000元左右 以BINS來說是相對好入門的支線 也因為風格屬於比較基礎實達 好啦在日本也非常受歡迎 真的很不錯耶 我可以裝我的小相機 就是那個Canon的G7S 然後跟Sony的小台的應該都可以 然後另外呢再來就是這個洋裝 洋裝呢剛好也是挑到BIMIN這個支線的 然後我買的時候是2700日元 然後有寫有些許使用的痕跡 聞起來也沒有什麼異味 因為其實我之前逛過一些二手店啊 就會有很重的美味 然後顏色是深咖啡色的 是一個很舒服的那種綿麻紗料 真的是有經驗到耶 看起來很新耶 我現在把洋裝實穿上升 欸很好看耶 比我常常中的更好看 它是那種很顯瘦的一個A字版型跟蛋糕裙版 它這個咖啡的感覺呢 看起來又有一種日式大人感 很好看耶 就是整體感覺有度假感 但是又有成熟跟氣質的那種中間平衡感 它這邊這個V線呢我覺得做的也還蠻剛剛好的 就是有更修飾的一個效果 然後整個細細的線這邊呢 看起來也會還蠻有氣質 因為你想像如果我就是肩帶收起來 好粗暴的一個方式 這樣看感覺就真的很有度假風情耶 地下區域這邊這個挖口 也是做的比較斜切的 所以就整體感覺很順 然後也不會擠出婦孺的狀況 如果秋天的時候感覺再搭配一些什麼罩衫 在外面應該會很好 像現在韓國人流行的那種短板的 這樣綁起來應該就會很適合 然後它整個布料呢 它應該是有先進行整趟過 因為我現在感覺它就是沒有到很容易重 穿起來蠻清涼的那種綿料 但是飄逸起來我覺得很美耶 我就想說我可以搭配我之前買的BIMS的包包 整個就很有度假風格有沒有 再繼續開箱另外一個大箱的 這一箱我買了一萬多塊 裡面呢就是這樣 哇他們包裝其實真的算很精美耶 每一個都會有一個防塵袋 這點值得加分 首先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東西 因為其實我買到真的是有點旺了 這個是Dikis的一個帽子 但是顏色上我覺得還蠻好看 就有點橘棕色嗎 這頂帽子呢我買是2200日比 可愛耶 比較冬天一點點啦 我查了一下Dikis的牙齒帽 然後大約都是台幣1000出左右的價格 這頂買下來400多塊 還是挺划算的 好像這個型比較軟耶 還是要戴比較久了 就好像沒有那麼立體的感覺 可是整體的顏色呢 是那種醃織桃子還是那種巨巨的 然後我覺得顏色看起來會 讓整個氣色看起來更粉嫩 可惜帽型我覺得沒有到很好 就我自己好像沒有到那麼的滿意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 還有什麼 欸好像是鞋子耶 我想到了是Flag Store的 我去日本玩B逛的行程之一 就是Flag Store 他們的風格休閒個性也很日系潮流 價格衣服類型大約是台幣1500-34000左右 很可以挖寶的日本品牌 鞋子大約是1000-2000多左右 那我就剛好看到他這雙拖鞋 是我喜歡的那種動物紋的 我就覺得很可愛 可是他當時是寫說照片拍的不是很好看 然後又寫是有使用痕跡的 所以這一雙算是有點擔心 這雙才1800日圓欸 而且剛好是我的24公分的腳 所以我就買了 欸 我覺得狀態很好欸 我嚇到 而且鞋底也都清潔得很乾淨 你們看 可愛吧 嗯 可愛到播音了欸 就是雖然說這個皮革偏軟軟的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狀況呢 不看鞋底的話大概是有八九成新的一個程度 因為他其實這個絨感沒有到很強烈明顯 想要搭一些個性穿搭的時候還是可以的 而且他這個我發現喔 所以把它調到想要放在腳後跟呢 或是前面都可以欸 可以自己的調整 想要是拖鞋還是兩鞋 我覺得鞋子的話呢 可能是因為他前身是做比較窄的炫頭 所以我覺得我穿起來有點憋 然後導致於我整個腳的後跟呢 其實跟鞋底是有點太剛好 甚至有點超粗的一個感覺 當時沒有想說這個前面會這麼的窄 其實還是很可愛有沒有 登登 登登登緊張了 因為他們上面有些照片 老實說並不是都拍得太漂亮啦 對於本身那個衣服品牌的信任 以及對RigTech的信任 所以我想馬來回來試看看 那我就是衣服的部分呢 挑了一二 三件服飾 我們來看喔 第一件呢是那種雕花的黑色襯衫 品牌呢是來自於Condus Gakens Condus Gakens他們家的衣服呢 都是各種玩創意潮流的很毒素一格 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推崇喜愛 衣服幾乎破萬元 我之前去日本逛店PPTRA 不過還是覺得很多設計相當吸引人 這次可以藉由二手價格 我就是買一個收藏感 那我這次買下來 我那時候看好像是大概 7000多塊台幣吧 然後也是有折扣了蠻多 然後我現在這樣看呢 質感也都蠻好 有沒有看 四光會透過去的那種透透的材質 就看起來很新欸 它這邊這一件呢還有一些特點 就是它在於胸口的地方 是做這樣子毛毛的欸 我有看它的尺寸標示 就看起來很大件 像oversize 我會喜歡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一個的版型呢 我覺得它是屬於有一點有腰身的 並不是那種很直筒式的 然後整體來說的話 是想要走那種比較慵懶型的 所以它這個這邊的V是做的還蠻明顯的 就看起來不會顯得很糾閒 我覺得它整體的風格就是牙皮牙皮的 不知道你們看得出它這個是融融的材質嗎 就是有一點像 有一點顆粒感覺 然後很多冬天的時候會推出的那種 毛毛的一個冒T腰什麼的那種材質 看起來的質地變化上會很有層次 領子這邊呢就是一樣是這個 漏空雕花的材質 然後它這邊做的還算 我覺得算低的蠻下面的欸 所以就覺得看起來 有這種帥帥的 我覺得如果男生穿的話 我應該會覺得 哇它是一個有性感氣質的男人 然後它這個肩線呢 是做比較寬一點點的 但是因為布料的關係 不會讓我覺得看起來背包很厚 你看它這個漏空雕花的呈現給大家看 那我發現它這件襯衫呢 其實穿起來很像 如果比較嬌小的人 基本上是可以當洋裝的一個長度 可是因為它是透視的 所以你最短裡面還是要穿一個襯裙 才有辦法當洋裝 那我因為我想說 整身就是黑白色系的 單親太無趣 所以就配上了Flap Soar這雙拖鞋 就這件襯衫呢 我直接反折也是ok的 就是稍微把它弄短一點點 在夏天會比較適合 然後我裡面呢 就是直接單穿一點 不知道它而已 然後它整件呢 長度大概是到我的 大腿的一半 裡面下身直接搭一個很垂墜的長褲 我覺得這樣搭是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這件呢比較適合在一些可能有特殊想要帥氣 然後又有點潮潮感覺的時候搭配它 或是可以嘗試搭配看看那個長版的背心裙 我覺得應該也是ok的 就是不同的感覺 那我這件洋裝呢是來自於Fred ID這個品牌 然後花了7700的日元 Fred ID這個牌子是比較氣質時髦通勤的路線 簡單知性卻很耐看 就是大人感的日系 價格約台幣五六千到一萬多元都有 平時是我不敢踏進去的店 怕鵝包吐血 不過他們每年都會有一次折扣 通常會打五折以上 是什麼婚禮還是什麼時候可以穿 偏長版的吧 它這個的背後呢是有打一個蝴蝶結的 其實我很少買這樣子 圖花蝴蝶結的款式欸 但我想說可以試看看 就看起來還蠻優雅氣質的 然後這件呢因為它是透視妝嘛 所以它有多附了一個內襯裙 我現在這樣看呢是有點擔心說會不會 就是胸部跟肩膀這裡會很魁 已經穿上了襯裙 接著呢我們來穿這件洋裝 我目前摸這個雪紡紗 它的材質是很輕透的 究竟我穿起來會不會像一個布袋呢 我是很喜歡它這個那種有點 不知道是石頭紋理感嘛 就是有花紋很美 好然後它就是在這個身後呢 要綁一個蝴蝶結 其實穿上身我覺得很漂亮欸 哇好美欸 這個下次可以穿去參加婚禮 它是做這種三個扣子起來的那種 膨袖 很有那種法式風情有沒有 我覺得日本很多都可以把這樣子的 膨袖設計做得很好看 我覺得它這種的版型呢 其實還是略像一個綁起來束繩的那種 有布袋 因為它這樣子側面看就是 確實有那種布丁狀 你看它這邊的皺褶其實整個 抓褶的很漂亮欸 就是感覺整個人很有氣質的一個形象 這邊你可以摸到它的一個縫線 所以它整體是這樣子下來的 這一件洋裝的話我覺得它就不太適合 那種胸大或是背板比較偏厚 或是你覺得你有圓肩狀況的人 就會看起來圓肩狀況更嚴重 因為我是輕微的圓肩狀況 但正面看是仙女啦 正面看真的很漂亮 我覺得穿這件出去你只要不講話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名媛千金欸 啊這個是我之前在台中的一個市集買的 這是鈕扣啊我覺得很搭欸 就這種復古巴洛克的形象有沒有 整體感感覺很適合 那整體來說我覺得是還滿滿意的 也很符合我的身高 再來這一件呢是珠卡的 珠卡是一個日本設計師品牌 商品也是日本製 追求現代風格兼具使用性 有時候簡約俐落 有時候會運用大膽的印花 但都不會太難搭 很好融入日常 T恤大約4000元台幣 洋裝可能會到8000元以上 甚至破萬元 我原本以為它是那種 聚子纖維的薄紗欸 結果我現在實際拿到它是偏比較 絨面材質的 你看是這種絨絨感 但是這個古典的花紋我滿喜歡的 長度呢就是到膝蓋左右 有一點要長不長要短不短的一個長度 就是要再試試看 這一件花了4000塊的日幣 所以我覺得目前感覺 買下來都覺得挺值得划算的 那這件洋裝呢超級復古 就是很有古著的一個氛圍 那再來就是說它的長度呢 其實略為尷尬 就是要長不短的 所以有時候沒搭好 超級像大媽 像我剛剛原本搭 自己搭的第一套 我嚇了一套 怎麼這麼差你啊 所以又重新搭配了一套 然後另外再背了一個 UNIQLO U系列的這個尼龍束口包 我覺得整體看起來就會比較協調一點點 不會讓你視覺年齡好像做了好幾歲這樣子 然後它這件的面料呢 是就是那種軟軟的 有點像綿毛汁 就是你摸的時候會有點磨毛感 所以如果說你覺得這邊看起來比較厚的人啊 穿這件可能會感覺更胖 你看像我這邊的手臂 我覺得太有編了 這就有一點點的狀況 可是我覺得有的時候 二手衣服好玩的地方就是在於 因為你平常在自己的舒適圈 你不會去買某一類型的衣服 就是有一種跟別人的衣櫃 縫創出不同果花的那種有趣感 所以我覺得還是挺不錯的 自己養重的需要你去花心思好好駕馭它 沒辦法說你今天隨手拎 然後套上身就覺得可以馬上有趣 那我這件沒辦法達到這樣的狀況 而且它的領這邊啊 就是我不知道欸 這種形狀就是特別富的 然後可能加上它的花樣吧 然後又不是那種顯瘦的版型 它也沒有做那種很立體的合間感覺 因為這種立體的合間的話 就會覺得整個尖型比較精神 然後看起來又顯瘦 它就是圖層一開始吸引了我的目光 可是其實其他部分我覺得都還好 但是像這種硬化的啊 我覺得如果把它做成長版的洋裝的話 應該是不錯或是變成一個背心室 你就是可以拿來別搭 外面可以搭一些什麼洞洞漏空的罩衫啊什麼的 就是看起來又有夏日氣息 想要多一點腰身的話 也是可以再吸一個腰帶的陣子 我覺得應該也是OK的 忘記跟大家再開箱這個 這個也是他們B命支線的一個 就算是收納袋吧 然後你可以看到它這邊打開呢 是有一個夾層的 其實也沒辦法裝多少啊 但是就是你可以看你要收納什麼 你想要裝的東西 像我覺得我就可以放這個相機進去 剛剛好有沒有 可以耶 這樣子出門又可以保護相機 結果整個就變成我的相機包了 看要裝小口紅或是什麼 滿意滿意 而且我真的覺得它看起來就是 完全就是正價的新品啊 這次二手買了好多這種 很鼓琢印象感覺的商品 結果我平常真的不會下單的 這次呢也算是我自己的一個 突破跟新挑戰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這一次二手物的開箱 不知道你們覺得我哪一個是挖到飽了呢 或是你們最喜歡哪一個單品呢 我自己認真的思考了一下我覺得是 或你想要的類別或是品牌 如果你已經有很熟知很多品牌的話 就可以直接這樣收 但是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看它首頁的一些 什麼新品推薦啊 或是大家比較熱門的商品 我們點進去慢慢的逛 因為其實二手網站呢 它也是一樣會有琳瑯滿目的感覺 就是讓你慢慢的去看 然後慢慢的去挖寶 但是這種東西呢 就是有時候也是緣分 你剛好看到這一秒你很愛 可是下一秒他可能就被別人買走 就像是吊帶的群印恨一樣 那如果你有在裡面看到喜歡的品牌 也可以直接按喜愛的品牌 就把它加入一個愛心 這樣我覺得就逛起來也更方便 然後也更容易讓你去檢索 整個逛下來的過程我覺得很好玩 而且加上他們家的網站都是中文的 就會覺得比較easy easy 然後如果大家已經買過Fuzzbee的話 應該就知道說Fuzzbee他們家呢 就是你不管買了什麼 都是統一一個運費 只要支付1400日幣 就大概是台幣300元左右 你就可以直接直送到你家了 就是完全不用經過別的轉運 是我覺得非常吸引我跟方便的地方 不光是跟他們合作 我自己也買過好幾次 然後他們的寄送速度真的是快得離譜欸 我嚇到 像我這一次購買這些二手的衣服啊 我7月7號購買 我7月12號就收到了 就是整個嚇到它整個的配送速度 那如果你是一個懶得研究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也想要它更快速更直接更直覺的 送到你的面前的話 我覺得你們就可以參考一下Fuzzbee這個網站 去逛逛看 然後我有幫大家跟品牌要到了運費的折扣嘛 可以直接折底在這邊 你們可以直接安心的去領取使用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分享 希望你們會喜歡有任何的心得 或是想告訴我的話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 我們可以在跟品牌看 然後我們可以跟品牌看